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影片是台版即將登場的新年六星破曉介紹 先從會復刻藥花鑽石的開始 新年靈舊 明天吧 新年日盒是光屬性 限定角色全會輔助 破防間單體輸出 1技能 特大提升自身物攻 並對我方物攻角色 特大提升物攻 中幅度提升物爆 持續12秒 2技能 對眼前一名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1的技能 開戰後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六星後的UB 這位是很早期的角色 所以技能循環裡有一大堆普攻 新年日盒就是一個綜合能力不算很強的角色 在不需要加物防跟降TP上升的情況下 沒有什麼競爭力 UB的加物防有兩點值得吐槽之處 第一點是沒有幫魔法角色加物防 像是艾美斯 新年美里也是光屬性角色 有時候會跑去幫光物理增益 結果新年日盒不幫他們加物防 只能說強力譴責 第二點是面對兇巴巴的物理Boss 目前是降攻比加防實用 再來是1技能的降低TP上升 如果想要讓王少放點UB直接偷TP的效果會更好 降低TP上升的效果比較無感一點 除非對方是會自補大量TP的目標 新年日盒我日版六星後 戰隊戰從來沒有用到過 台版新年日盒的情況會比日版好一點 這個月翻車魚很有可能會用到 翻車魚手動傷害最高是三花巨靈隊 比物理隊高很多 所以翻車魚會用到新年日盒的是打半自動跟全自動的玩家 日版當時半自動傷害最高的隊伍是克坦隊 以我日版當時錄影片時的練度 22個操作1.25億傷害 然後同一天我錄新年日盒的隊伍組合如畫面上所示 兩個操作半自動1.21億 我暫時沒看到超過1.25億的半自動隊伍 如果各位知道的話麻煩幫我再留言補一下 多幾個操作要超過1.25億應該是蠻有可能的 接下來是下一個問題 我們假設這個月武王翻車魚半自動傷害最高 就是新年日盒隊好了 那沒有新年日盒會對出三刀造成什麼影響嗎? 可以用借的嗎? 我看了一下多少有一點啦 但影響有限 這個月一王是暗法隊天下 四王是水物理天下 各位如果要出1.45這三隊互不影響 每隊可以借一個角色 除了1.45以外 如果要打2.3王的話會受到一點影響 畫面上這隊沒有意外的話 會是二王肌肉串傷害最高的半自動隊伍 有用艾莓絲 各位如果打五王把自己的艾莓絲用掉了 那這邊就要用借的 其他角色都不能有缺 然後是三王 這個月沒有意外的話 半自動最高會是畫面上這四組 半自動約1.15億到1.11億左右 如果艾莓絲跟金在五王用掉的話 畫面裡光物理跟光法隊其他角色都要自備才有辦法打 不然就要去打火物理了 總之 新年日盒有沒有對於這個月出刀會有一點影響 但不大 如果真的缺角缺一大堆 少了新年日盒會讓你出完五王之後出刀困難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不要打五王 交給其他人就好 或是五王用別的隊伍打 以上就是新年日盒的戰隊戰表現了 競技場用不太到 深淵第二區沒看到他有上場機會 在地下城夜七有上場機會 要第一時間通關的話 有些作業有用新年日盒 但也有沒有用新年日盒的作業就是了 非必要 對於沒有要第一時間通關的賢瑜來說 日盤五月中卡1的七到七月初大概過了一個半月 這個月我看到比較少的通關隊伍 最少的是15隊通關 比較多的是22隊簡易操作通關 這兩種通關打法都沒有用 新年日盒 最後做個結論 新年日盒對於戰隊戰玩家跟競技場玩家都是 賺多而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還沒滿登了新手 有愛再抽 影片最後講一下體力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有人會跟我說體力不夠刷純淨碎片怎麼辦 如果你覺得體力不夠用 活動只要把第五箱的東西拿完 剩下無限箱之後 我認為是可以直接放生的 雖然體力丟下去可以拿到一點點的屬性道具 但那個CP值實在是太低了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GOODBYE GOODBYE GOODBYE